基態建設 他們啊 殺人未遂 民進黨北市議員王世堅 陳怡君 再赴北檢案鈴 加告基態董事長陳世民 涉犯不確定故意殺人未遂罪 更秀出罪行示證 原來早在倒塌意外前44天 監測數據就有異常 視若無睹 他真的草菅人命 觀測值都超過警戒值 超過行動值 根據7月26號 一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給基態的監測週報 針對工地周遭下沉 傾斜度觀測 施工概況鋪面破碎 報告結論點出部分監測儀 超出警戒值要注意變化 而細看數據 在工地側的SM11觀測點 地面下沉5.85公分 已經大於可承受範圍的 行動值2公分 鄰近大直街94項 Eno民宅觀測點SB2 建物也下沉2.77公分 大於行動值2公分 傾斜度在提安3更是出現異常 向工地傾斜 再在顯示開挖前數據就異常 報告提送的當下 工地到底有沒有確實的去召開 這個緊急應變的一個處理機制 也就是說吉台公司從這份報告就知道施工已經導致附近監測點異常 卻沒有積極處置 9月照常開挖這才釀貨 但北市府從事發前到事發後完全狀況外 發文要求吉台建設提供所有相關的觀測資料 發生這麼嚴重的這個市值上面已經顯示有災害的部分沒有立即處理 我們一定會依法來就辦 吉台大直明知監測出狀況卻旨意開挖 甚至對民眾都聲稱沒有安全疑慮 如今釀成大禍不但後續賠償是難題 北市府怎麼為民眾把關安全也讓人打上問號 三水網家好 好強